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6日 星期一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娛樂消息 不過這節娛樂消息是充滿政治的 因為 每一件事其實都是政治 大家不要以為娛樂呀 剩股票呀 吃喝玩樂這些跟政治無關 打機也跟政治有關 看電影也跟政治有關 看電影 聽音樂 連讀英文 連你回學校補習 全部都是政治 所以說 不懂政治 不關心政治 最終受害的一定是自己 坐下的士 叫下外賣 也是政治來的 知道嗎 所以這節要跟大家用政治角度來看這宗娛樂新聞 大陸整肅娛樂圈 大家都知道 出了很多閒令 其中的閒席令 傳得沸沸揚揚揚 即是說 不讓一些 擁有外國國籍的明星 在大陸參與演出 拍電影 電視 上這個 電視台做訪問 以及 主持任何遊戲節目 擁有加拿大籍的 港星謝霆鋒 在央視的電影頻道 藍詩惠克室 訪談 面對國籍的質疑 他說 我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本來就是一個中國人 其實我已經在申請退掉加拿大國籍料 這節要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博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還有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希望大家可以like和share 以及多點留言 如果有難明許可就月費贊助了 不然記得幫我們多點廣告 無限大法就可以了 我們也要看一看我們的合作社 因為 現在合作社 提供了一個 最主要的 就是暫住 一個酒店給大家可以暫住 價錢當然很便宜 只是 劏房的價錢 可以住 一個月 幾百磅一個月 單人房更便宜 可能是200至300磅 加上水電煤 因為初初我們 想的時候也沒有想過水電煤的問題 原來是這麼多錢的 水費 電費 煤氣 每樣都要幾百磅 還要Council Tax 收收了一租也不夠 幸好 我們之前 前期的錢 比如說你維修 更換那樣 買洗衣機 買乾衣機 換那樣 流水 其實初初的錢 前期的錢 應該都要花光了 接下來估計 就可以收回一些租 應該 未來幾個月 希望不用貼錢 就算貼也要貼少少 別貼那麼多 這節要跟大家說一下娛樂圈問題 大陸瘋傳這個限席令 流傳一個七人名單 包括美國籍的劉奕菲 加拿大的 謝亭鋒 美國籍的潘偉柏 王力宏 加拿大籍的趙有庭 新加坡籍的李廉潔 以及英國籍的張鐵林等人 導演陳凱哥 21歲的兒子陳飛羽 在7月底 就證實了放棄美國國籍 謝亭鋒也透過官方表明自己的國籍 他說他在香港出生 所以他本來就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他是加拿大籍 他說他其實已經在申請退加拿大籍 我會提醒大家 也提醒中國政府 提醒中國人民 加拿大籍 是有一次Allowance 你可以退完一次之後再申請 再申請 退了一次之後 可以申請 如果你 作為一個 你認為你是一個中國人的話 你應該 退完之後再申請 然後再退 這樣就不能回頭了 永遠都不能再申請加拿大籍 因為這樣才是 撇撇脫脫的 因為 曾經有某一些 人物放棄了加拿大籍 還是美國籍 回頭申請 其實 如果你真的要在大陸賺人民幣 你不能夠 表面上你就說放棄加拿大籍 暗底你就自己申請 申請 因為每一個加拿大居擁有加拿大護照或國籍的人 他都有一次這個寬限 你退完之後 可以申請 申請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提醒 14億中國人民 雖然沒有那麼多 實際可能只有12億 但是12億我也要提醒 千萬不要被人夢騙 關於謝霆鋒 為了賺人民幣 其實他也算是 落足本 而且他這幾年來在大陸可以說是紅道法子 賺了很多人民幣 每年都賺大錢 所以他在香港 被人賺笨蛋 也沒甚麼所謂 蝕就蝕吧 一億多買一隻舖 收了幾萬元租 半厘也沒有 那些舖其實值三四千萬的舖 用一億多買 當然 錢容易找回來 冤枉來就瘟疫去 打劫紅毛鬼就進攻法蘭西 我們看看謝霆鋒其實也挺慘的 大家都知道 他是謝賢的兒子 謝賢 其實 你說他 怎麼說呢 幸福也行 不幸福也行 據說因為投資失利了 其實可能是難倒了 欠了很多街數 最多是欠了楊壽成 所以 有很長時間要在楊壽成的澳門賭場 做踏馬仔 幫他踏馬 幫他做公關 其實就是踏馬仔 要拉客 每天 當時已經七十歲了 都是花枝招展 穿得好像 鴨一樣 招呼一些闊太 去澳門 賭錢 去他的酒店賭錢 當時的謝霆鋒 就是要賣斷了給楊壽成 後來回到大陸發展 後來回到大陸發展 幫謝賢還清債 所以 其實就是一個孝順 我們不是很想說他閒話 雖然在香港被 地產經紀找笨賊 銷售他買垃圾 到了現在 他在大陸真的賺到很多錢 是很紅的 是很成功的 但是 面對他的國籍問題 這些不是他決定的 他小時候就被謝賢帶了去加拿大 這些不是他決定的 所以 他現在 選擇自己的國籍 也是一件好事 這件事 對其他的 外籍的中國明星 是很大的影響 其實大陸 大部分明星都是外國籍 大家只要 Google搜尋一下 建國大頁 建國大頁 裡面 起碼有二十幾個人 演員名單有二十幾三十人 是外國籍的 其實斯琴高娃也是英國籍的 有很多 理智 當然理智是甚麼籍 我不知道 應該是新加坡 大陸的 除了張鐵林之外 很多大明星 大導演 全部都是美國 加拿大 英國籍 當然也有澳洲籍 所以 謝霆鋒這個舉動 可以說是一鋪過 劫爆了其他的行家 因為這班行家 接下來 陸陸陸陸會出現一個 集體交代 集體出來表態 但是 你如果不退 我想你也不用知道是中國 現在大陸的 政治氣氛 就是 你是外國籍 你是漢奸 為甚麼中國那麼好 你還要拿著外國籍 中國有甚麼對不起 這些 吃中國的飯 集中國的窩 原來我有外國護照 我就集你的 我沒有集你的 我只是不說 或者我繼續保留 這樣也不行嗎 不行 現在的大陸人 就是不讓你這樣 加拿大人 美國人 英國人 澳洲人 瑞士人 新加坡人 走來我們中國賺錢 你們賺的是人民幣 你們賺得人民幣 就要向我們溝頭下跪 說得難聽一點 叫你含也行 你們沒有資格的 你們都是偽民 你們都是幫共產黨含 所以 你們說的只是胡假虎威 真真正正正的鐵權就是共產黨 共產黨的鐵權隨時可以 向他們打出 而你們 你們也是 其中的韭菜 行家而已 人家是韭菜 你也是韭菜 不過你這棵韭菜小一點 沒有幾千萬被人割 沒有幾億被人割 謝霆鋒這棵韭菜很大棵 一割就割幾億了 好像鄭爽 一罰就罰3億 你們有沒有那麼多錢被人罰呢 你們有沒有那麼大棵韭菜被人割呢 沒有 所謂本事和韭菜相之河太 大家都是那隻 大家都是那隻型號來的 胖一點和瘦一點 現在 在大陸 接下來 我相信會越來越多這些限制 會越來越多這些匪夷所思 想都沒有想過的東西 以後 還有些甚麼創作可言呢 想拍廣告 真的要穿毛裝 穿紅裝 這樣的環境 其實 如果你穿舊謝霆鋒 其實應該穿舊離開 你如果這次 不離開 或是趁機會離開 以後有沒有機會離開 也沒有人知道 不過離開後 他的人氣就馬上掉下來 大家想想 一個明星 其實你要 用回他的角度來想 為甚麼他這次 寧願放棄加拿大藥 也要繼續留在大陸呢 一個人 有幾千萬粉絲 你當似吳亦凡有五千萬粉絲 我不知道謝霆鋒有沒有那麼多 可能沒有他 或是差不多 突然間 以他消息 即是沒有人追恐 他比死更難受 他寧願死 所以 無論大陸怎樣對他 他也會乖乖留在大陸 不要說他會不會 賣東西 或是離開大陸 或是有甚麼部署 肯定 這些人 這些人是永遠離開不了大陸 因為一個紅的人 突然間 他不再紅 沒有人再捧他 告訴他 比死更難受 正如我們 其實我們也很簡單 我們節目以前平均都是二、三十萬人聽的 三師傅 每一節都是二、三十萬人聽的 到現在只剩下幾萬 我們也很失落 但是沒有辦法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整個民情不走就不走 現在不只是我們跌 個個都跌下來 我們跌也沒辦法 只是這意思而已 所以沒有辦法 只剩下多一些節目 希望保持著那個量 現在當是新聞 我們也有時候 每一個話題 我們也想多討論 我們也就是多多幾節 沒有辦法 很多時候 人 是很難 過到自己的關 我很紅的 我有一段影片有100萬人看的 沒有第二段影片 那個情況 就會自己接受不了 到了現在 可能少了人看 很多人會接受不了 但是面對現實 整個問情不就 有什麼辦法呢 問情不就的時候 我們當時 出了影片也有20萬的 沒少過20萬的 20萬 10萬會很少 現在 多難得有一段影片過10萬 這些是我們明白的 沒有辦法的 問情不就就不就 所以只能夠自己努力一點 這一節 先說到這裏 拜拜